淡水区中心里里长候选人林顺杰 就在自己的宣传品中是加码送上了三颗蒜头 这样的竞选小物馆是吸引家庭主妇的注意 今年的九合一选战为了响应环保 现在在马路上少了许多的竞选旗帜 但是为了争取民众的能见度 并且增加实用性 在文宣赠品的部分各个候选人都竞出奇招 在淡水区中心里长候选人林顺杰 就在自己的文宣品当中 加码送上了三颗蒜头 这样子的竞选小物 果然吸引了家庭主妇的注意 朋友就是有认识农民 他产量蒜头很多 然后销不出去 然后帮他们就是销售一些农民他蒜头 然后就想说跟他买个几百斤 当时跟他买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那想说就跟朋友说买那么多回来 要干嘛 我朋友说 那我可以我们拿来做选举的文宣 至少人家拿到东西 看到蒜头第一个想法 想说动蒜动蒜 那听得也很高兴 那于是就有这个动机 就拿出来这样做 林顺杰说当初得知自己的好朋友是农民 但是销量不是很好 因此就决定帮他认购了一大批的蒜头 并且灵机一动 应用在文宣品当中 包装在一起发送给选民 而里长候选人逐户拜访 1500份成本价不到15元的蒜头文宣 一下子就掳获家庭主妇的心 那时候准备了1500份 可是在很快 很短的时间就发完了 民众反应怎么样 民众的反应很热烈 大家拿到蒜头都很开心 像中秋节我拜访过程遇到烤肉 他们看到我就很开心 说哇终于不用买蒜头了 就醒来了 然后就受到大家很热烈的那种欢迎 那感觉也很好 然后拿到蒜头 他们大家就跟我讲 祝你冻蒜冻蒜 林顺杰说会用蒜头 一方面也是有冻蒜的含义在里头 而中心里大多都是老旧社区居多 因此许多婆婆妈妈看到都非常支持 甚至日前中秋节 大家都还在烤肉的时候 林顺杰发放蒜头文宣时 就解救了不少烤肉民众的需求 也算是相当有创意的令内文宣行销 记者许多安一 带水三方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